一周一书 永不胡书 请给我15分钟看我为你精读这本书 并找出三个学习重点跟三个活用观念 外加可能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各位网友大家晚安 我是颜长川 你们可以叫Yang或者是智慧老人 这是我们2019年读诗V计划 第52次的播出 我们很高兴 我们一年读52本书的这样的一个初衷 终于在这个礼拜要完成 对大家的坚持 大家感到很欣慰 那上个礼拜我们播出之后 有一个网友来跟我反应 他觉得对有一句话很有feel 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谈的最后的一句话 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管理理论 那这个我记得对中国大陆那边最常用的是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所以可能世界上什么样的理论 什么样的主义 只要是到中国的这边来就会被变成 具有中国特色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觉得蛮有意思的 OK其实这个是上个礼拜 我们介绍 这个三国演义与企业领导 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 非常好 那希望这句话能够让大家印象深刻 那这个礼拜我们压轴 今年度的压轴就是商战 孙子兵法 商战孙子兵法 OK 那大家知道孙子兵法是古今中外的人士 所公认的兵师之王 也可以说是商场中的圣经 值得一读再读三读 那孙子兵法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定义战争 所以兵则国之大事 始生之地存亡之道 所以其实这意思就是战争关系到 大致国家小到个人的存亡结系 绝对要非常谨慎小心的去处理 那孙子以他丰富的实战经验 高度的理论性概括 生动活泼的字句 然后充满诗意的比喻 写下兵法来启发一代又一代的人类思维 所以所谓刚刚说的古今中外 大家都承认了包括拿破仑 蒙古玛丽 Bill Gates 孙正义大潜炎一 蔡明介何威林施崇唐 赵腾雄等等等等 这个都是孙子兵法的粉丝 所以这本书的作者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中国人 他也对孙子有相当的研究 所以他写了这一本书 他观察孙子是中国古代致名的诗人跟金世家 他特别用诗人这一个字 也就是刚刚我们描述的话 他的字迹其实蛮有诗意的 然后他写的兵法 字字聚集 诗诗日寇 好像在观察宇宙跟大自然的法则一般 所以已经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所以他认为孙子兵法除了可以经营企业以外 还可以应用在做人处事方面 那日本有一个三十年器官顾问经验的 这个东洋的思想家 他认为孙子兵法会教人在职场竞争 生中可以有三个优点 第一个是立以上风 然后起的优势 最后会成为人生赢家 所以我们来赶快看看这三个特性的话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孙子兵法可以让我们立以上风 那经读孙子兵法的人 通常他有归纳出五字节 就是红烈记摩系 红的话就是以人的生死跟果的存亡来宏观战争 这个红字 所以他写这本书其实不是要求战 反而是要必战 然后形式虚实未知略 这个是谋略 各种形式实实各种形式变化 形反等等这个都是 那兵不厌诈 谋之计 所以用了各种的计谋 兵不厌诈 所以不战而欺人之兵 视为上谋 最上等的谋略 就是不战而欺人之兵 然后在行精作战的每个细节 都决定战争的圣户 还有决定无视生灵的生死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就是 魔鬼藏在细节里 所以只要好好谨慎的记住这五字节的话 我们大概就可以立以上风 我再强调一遍 宏观的宏 策略的列 还有计谋的计 还有谋略的谋 最后细节的细 宏列计谋戏 第二个是可以取得优势 人生如战场 一定要懂得筹谋规划才有胜算 见机形式 其实那是失败者的战斗方式 然后孙子兵法是教你精切 可以掌握到天时地利人和 可以创造你优势的人生 所以孙子兵法被视为 第一本竞争优势的指南 最好的竞争优势指南 连Bill Gates 大前年一等都获益的 职场生存的经验 第三个是最后成为人生的赢家 观察起来成功人士 跟一般人的差异在于懂得利用时间 阅读好书 向经典学习永不过时的智慧 诶 各位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 阅读好书 而且是经典的好书 永不过时的智慧 那很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 读古诗很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 上班前一小时适合读生子兵法 因为可以学习商战的策略跟待人又待心的谋略 那每天睡觉前一小时可以读易经 可以掌握万事万物变化的原则 时时自行 掌握先机 去疾避凶 所以久而久之这样就可以成为人生的赢家 不错 所以这个日本人对这个孙子兵法的了解 其实并不比我们华人差 所以但这个世界大家共勉 那这本书的话是1996年1月出版 现在是2019年20多年了 那林杰斌先生编著 他是为了探究企业经营的本质 访问而且发现很多的企业大佬 都对生子兵法战役有加 而且似同自保 并且留有强烈的印象 所以大家都公认 如果能灵活应用在经营企业中 可以达成融通自然的一个境界 那我仔细的读了这本书之后 我觉得有三个活用的观念 可以供大家来参考 第一个是企业文化 那每一年度的开始的话 企业总会制定年度的战略 然后对人员的需求 培训 绩效考评 薪酬的管理等等做好规划 然后未以筹谋 然后就可以充容应付 未来的发展变化 所以一开始总是会有这一些的 各种的计划 如果你什么都不准备的话 那在现在非常高速运转的市场环境中 可能很快就被淘汰出击 所以正常经营的企业 年复一年久而久之 就会形成所谓的企业文化 尤其是有历史的企业 会变成有非常好的远景 甚至很久不变的价值观 作为形式的准则 然后再过来就是各种策略 行动方案 这一整套 这是非常好的这个企业文化 第二个用人之道 这个是这本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学习的重点 那当今的企业提倡以人为本 所以优秀的人力资源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 那将帅在治理军队领导不实时 当然要赏华分明 恩威并重 要懂得用兵 企业的话当然就要强调团队的合作 所以关爱员工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跟归属感 所以我们纵观 孙子兵法它总共有13篇 大概有6000多个字 那其中充满了贯穿的人在战争中的决定地位 所以人力资源在孙子兵法里面 占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用人之道可以从孙子兵法上卸到非常多 最后一个就是纪律跟激励 那各种行业的商战 如果从中国历史的观点来讲 从一桶周天下 然后又进到春秋 最后又进到战果 这整个发展过程中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纪律这两个字 那孙子兵法对创业者们更有生日指导跟实际使用的意义 所以如果说要使军队英勇杀敌就应该激发 士兵同丑敌开的这个士气 如果要夺取质人的物资的话 那就必须借助于这个所谓的激励的政策 OK以上这三个活用观念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再重复一遍 这个您的企业文化可以从这边写到 最最重要的是你的用人之道 一定可以好好的学习 最后纪律跟激励可能是能够把企业经营得很好 把团队带出高级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纪律是要从头到尾一定要要求 激励的话是在士气不振的时候 或偶尔这个大家有这种灰心上的时候 一个刺激 不管用各种方式的刺激 就可以能够长长久久坚持下去 OK所以以上这三个活用观念 希望能够对各位有所帮助 那这个谈到实际企业界的应用的话 一个例子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二十多年前远雄企业集团的董事长赵滕雄先生 他在经营企业碰到一些瓶颈的时候 他突然间发掘生殖兵法的好处 所以开始研读生殖兵法 最后的结果他既然能够把六千多个字的 孙子兵法一字不差的备送出来 这个是很令人敬佩的事情 而且从中误出企业管理最重要就是培养团队的纪力 我们刚刚也谈到纪律跟纪律的问题 他把孙子兵法的原则 化为SOP 供远雄五千多位的员工去严格执行 那我们一般人出读生殖兵法的话 会觉得很难 结迹敖雅 非常难懂 再读一次生殖兵法的话 你脑袋会思考了 三读生殖兵法的话 有的人是脑袋开花了 所以这边其实是多读多思考 才能够发解其中无穷的奥秘 所以现在大家都有共识 读他千遍也不厌见 以上是这本书的内容 这个礼拜 希望大家对孙子兵法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如果要送给各位最后一句话的话 那就是读他千遍也不厌见 OK 这是我们2019年最后一本书的结尾 我们明年的话有一个新的开始 明年的话经过多方大家的意见 我们明年会再把时间更精简为七分钟 而且是有字幕 然后有一些比较活泼的后字 所以明年我们已经大概准备好了 明年的52本书也已经都寻好 我们第一本书就是这个5G来了 所以我们希望明年能够给各位 有一个非常全新的这一个画面 能够让大家欣赏 一样我也鼓励大家 大家也一起 明年我们再继续读一周一书 一年52本书再把它完成 OK 希望明年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